冷静观察理性分析 考拉FM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赵楚战略评论 有人说 在中国有多少球迷就有多少足球教练 有多少军事迷就有多少军事家 军事新闻令人眼花缭乱 风云大势全球每天上演 C型包围第五动队 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下面我跟大家谈谈我的看法 希望给您一段不一样的新闻分析 大家好 很高兴有跟大家交流 这是一期特别节目 在昨天和今天发生了很多重大的事件 在德国一位蒙面枪手在西部的一家电影院 向无辜人群开始袭击 造成了约50多个人的伤亡 但是还有一件比这个更引起大家关注的事 就是今天凌晨 在格林位置时间6月23号 英国按照去年议会所通过的决议 举行了是否脱离欧盟的全民公投 全民公决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在今天早晨已经看到了 整个参与投票的4000万选民超过一半决定英国离开欧盟 就是投票离开 具体的比分是赞成离开欧盟的是51.3% 那赞成留在欧盟的是48.7% 这件事在全球范围内引起了轩然大波 也使得所有媒体的关注 超过了对在德国发生的恐怖袭击的关注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是一个特别出名的国家 那么英国本身 它跟欧洲的关系在历史上 我们知道是恩怨重重 故事很多 可以说在很长时间内 从克里米亚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 都是因为欧洲大陆的列强和英帝国和英国之间的矛盾而造成的 因此作为这么出名的一个国家 它发生了这么大的一个事情 再加上英国人在做新闻方面本身就特别有优势 特别会做 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事情 尤其是在中国的媒体上 在网络和公众中间 对这个事也特别特别的关心 今天呢 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么这个结果对英国人意味着什么 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对欧洲 对我们中国人有多大个关系 这个是今天我想简单来讲一讲 作为一个插曲啊 我先来说一说 在公投结果出来以后 我在网上所看到的一些 我们中国的同胞 对这件事的反应 我觉得在事前 包括现在结果出来以后 我看到的一些中国的学者文章 还有一些公众的意见 网络上一些个别 个人的意见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五花八门啊 但是有一个总的趋势呢 我觉得很明确 但是我也很困惑 就是大部分中国人都似乎对于英国脱离欧盟啊 持挺反对的意见 而且这个不仅是我们中国人这样 如果大家记得在2016年 在上海举行的G20集团财长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 新闻发言人很多国家代表 也纷纷发表意见 希望英国人在投票的时候 尊重国际社会的意见 留在G20里面 其实当时英国的赞成脱欧的议员 就对G20的这个表态啊 还做了一个评论 这个评论也挺有意思 他说 这个G20国家 就G20集团里面的很多国家 都不是欧盟成员 像印度啊 中国啊 不仅不是欧盟成员 而且本身经济发展搞得挺好的 那么你们为什么会希望 我们留在欧盟呢 这是一个插曲 那么在我刚才提到的 事前事后 我们国内的一些学者意见 和公众反应当中啊 的确也有很多很雷人的意见 比如说 我看到一篇文章 他说 英国为什么会赞成离开欧盟呢 因为英国是一个 有漫长的自由主义传统 宪政民主传统 和地方自治传统的一个国家 他们对于欧盟 这样的超国家组织 可能会走向中央集权化 会走向中央集权的这种专制绩效 是非常的恐惧 非常担忧的 所以英国会离开欧盟 那这一点我们知道 欧盟本身 虽然目前有某种超国家组织的特征 但是它绝对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 一个自上而下 这样一个进行强力支配的一个国家 不是这样一种组织 是吧 那么还有更可笑的就是 在今天早晨的结果出来以后 我在某一个网站上 我看到一位网友 他有这样一个意见 他说 为什么英国会离开欧盟呢 他们是被欧盟开除了 欧盟为什么要开除他呢 因为在最近几年 英国跟中国的关系特别好 这就使得美国不满意了 所以 美国操纵了欧洲 把英国给开除出去了 当然这种阴谋论 我们知道 从货币战争以来 我们已经屡见不鲜了 但是还是在具体的事件上 重新被诠释出来 挺奇怪的 当然没关系 因为公众有发言的权利 大家有随便自由思考的权利 现在我们言归正传 我们来说一说 这一次 为什么英国人会举行这样的公投 简单说 要说英国人为什么会举行公投 卡梅隆在2013年 他就已经放出风声 他说如果他连任的话 他可能会发动公投 那么在去年 他正式的推动议会 形成了法案 来推动今年的公投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因为从英国七年代 加入欧共体 加入欧盟以来 我们看到 英国对欧盟 对欧盟整个发展方向 对它的现状 有很多保留和不满 这个并不是今天在存在的 比如说 我们知道英国 欧盟和英国在深根协议 就是欧盟国家 互面签证 资金 劳力 人才 自由流动 这个方面 英国是有保留 英国不是深根协议 那么同时呢 在欧元协议当中 英国也拒绝参与 统一货币的计划 作为英国在欧盟范围内 进行行动的一个条件 它保留了古老的英镑 所有这些历史上的过程 我们都可以看到 英国人加入欧洲大家庭 欧洲统一的进程 他们是有条件的 他们是有保留的 他们不像法德这样一些在战后 一直在推动欧洲联合 欧洲走向统一 国家化 联邦化 推动这个趋势国家 他们的思路是不同的 另外一点特别值得指出的 就是英国人自身在对待欧洲统一 欧洲联合这个问题上的观点 基本主流的论调和法德和欧盟现在的主流国家 主导国家本来就有很大的区别 最主要的一点区别在什么地方呢 就在于英国人呢 他们对于主权是非常敏感 非常坚持的 他们对于民族国家 这样一个 现代国际关系的行为体和角色 是特别坚持的 而他认为 现在欧盟的发展方向 所体现的很多 过去传统国家权力的让渡 把他让渡给联盟 采取很统一的一些司法财政很多政策 那么使得这个欧盟这样一个机构 越来越像一个超级国家 而英国人在传统的文化 政治学的理念上 对这样一个事物是很难接受 是不愿意接受 然而这一点呢 就历史文化政治学的传统这些关系 也不宜强调过多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我们在这点 像有些学者那样 把他强调的特别突出的话 我们就难以解释一件事 就是当初英国人 为什么想加入欧盟 欧盟的前身是欧共体 欧共体的前身是战后所建立的 欧洲煤钢联银共同体 我们知道在六年代初 在1961年和1967年 英国本身两次申请加入 当时的欧洲共同体 欧共体 可是呢 被欧共体拒绝 被denied 就是他自己主动申请 那么后来 我们知道在七十年代初 英国终于加入过共体 包括后来在撒切尔和梅杰 两个首相转换的期间 最终参与到欧盟这样一个竞争当中去 我们看到 英国国内本身也有着巨大的争议 同时在过去历史的过程中 支持融入欧洲的国内力量 实际上发展非常非常大 因为在七十年代初 英国就75年大约 就举行过一次全民攻击 那当时主流的名义 使欧洲的意识越来越强烈 希望英国更多的参与到 欧洲这些伙伴的活动当中去 跟欧洲更紧密的联系起来 那后来 这个海峡的隧道修建成功 历史上的岛国英国 应该说和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 再也不存在 所以我觉得过多的强调 历史上英国的历史特征 历史的一些政治特征 英国的政治文化等等 如果做过度的强调 会使我们看不清楚 这样一部分事实 就是本身英国在战后的历程当中 本身是一个逐渐的 加入到欧洲大家庭 跟欧洲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建立一种新型的伙伴关系 这样一个过程 因为以这一次的最终工具来说 这次工具被称为历史性工具 但是我们看到 支持保留欧盟成员国身份 留在欧洲的 还有48.7% 也就是差不多双方是一半一半 最后造成离开的 实际上只是非常非常小的 一个优势 一个百分比 因此我们如果过度的强调历史和政治文化 这些原因的话 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这样的事情 而且还有一点更现实的问题 就是英国脱离欧盟以后 是不是意味着 英国和欧洲之间 就不再有更多的经济 社会 文化 人员 包括在一些地区事务和国际事务上的 合作和联系呢 恰恰相反 这一切不仅存在 不仅英国要推进 而且在很大程度上 恐怕比现在的环境呢 要更复杂 虽然现在在欧盟框架内 处理很多问题 比如以前讲翻空的问题 难民的问题 有很多很多困难 但是英国作为主权国家 就像现在俄罗斯和欧盟的关系 未来也不是没有困难 同样会有一些新的困难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 这些困难可能会更大 那最大的一个困难是什么 就是过去英国作为欧盟国家 它在立法上 在金融上 在财政上 和欧洲国家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甚至和欧洲之外的国家 都有很多关系 因为欧盟本身在产业啊 投资啊 产品 它有很多政策是统一的 那么过去 你可能比如说中国 欧罗斯 你跟欧盟做生意 你适应一个政策就OK了 可是现在英国独立了 那么又意味着 你要重新去规划这些政策 甚至包括过去一些 投资的布局啊 来都是这样 所以无论是对外国 对欧盟国家 对英国 甚至对企业家 对社会个人 都会带来很多很多麻烦 那么这些麻烦 在公爵生效的那一刻起 就是英国人新的任务 也可以说是全世界人民新的任务 是由于这次公投所带来的 马上要解决的这些切身的关系问题 所以言归正传啊 我们要讲这次公投为什么会发生 除了历史上 英国在加入欧洲大家庭的时候 它在社会的内部就有分歧 始终是有很大的争议 这个也是凯美龙 为什么要推动公投的一个原因 就既然你们长期一而不绝 一半一半干脆我们通过一个人民直接表态的形式 来把这个问题解决来澄清 所以更多的呢 我们还要看到 其实推动这次公投成型 并且直接导致的结果呢 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现实的原因 而不是英国人自称 民族性啊 政治啊 文化这些原因 具体讲 在2008年随着次贷危机 在2009年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 而金融危机对欧盟带来直接冲击式 出现了所谓金珠四国 最先是希腊 后来西班牙 是吧 冰岛 那么这些所谓金珠四国 欧盟在救济方面 在统一财政纪律方面 可以说就出现了第一波分歧 然后到了21世纪初 随着像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事情 我们看到 比如说在布什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英国人非常积极 他派兵参与 然而法德呢 就反对 所以在政治上也带来了很大的裂痕 当时这种反对和裂痕啊 跟各国的经济形势 包括在全球能源的工给方面 这种各自的需求 有很大的区别 也有很大的联系 因此呢 从最初金融危机所引发的财政 经济 社会的紧张 和这种历史的这个猜忌 到后来形成国际政治方面 地区政策方面的一些分歧 整个分歧就扩张 而这种扩张在 最近两年 在去年 难民危机 恐怖主义袭击 在这样一个事情中 就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而所有这一切 从09年到现在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的转变 一系列的变化 都使得英国传统的这些反对欧盟的人 或者说对欧盟抱着猜疑心的人 他们就认为 既然欧洲大家庭的事这么复杂 这个世界这么危险 这么啰嗦 干脆我们英国人还是自己过吧 我们先自己过 扎好篱笆 完了再说 跟欧洲这些表亲的关系 怎么处理的事吧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次脱欧的公投啊 公投之所以成为可能 最后公投出现 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结果 其实历史的原因 文化的原因 不同的政治风气 传统 这些原因固然有作用 但是他们的作用是很远程的 很背景性的 那真正推动结果的 实际上还是近年来 所出现的这些 欧盟本身在立法管理行政 在欧盟框架内处理问题的效率 欧盟自身长期以来 被人诟病的所谓官僚主义 所有这种不公平 这些问题上 当然还可以补充一点 就是欧盟本身在经费摊派 经费使用方面 英国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 他的国民相当一部分 所感受到的不满 他们觉得不公平 所有这些因素 就推动了 开文龙这样的执政党 这样的政客 就采取一种断然措施 希望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 比较一劳永逸的来解决这个问题 基于以上简单的分析 所以我们可以来到今天一个比较结论性的部分 就是脱欧成功了 那脱欧以后对英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其实我们刚才上面已经有所提到了 在国际关系这个领域内 国际经贸关系这个领域内 很多麻烦才刚刚开始 很多复杂的事才刚刚开始 同时呢 还有一部分事务 像我们刚刚讲到一些财政安排 制度对接 立法对接 这都是非常迫切的一个事情 当然对欧盟本身 对布鲁塞尔也是特迫切的 因为突然家里有个人分家了 那么整个大家庭要做很多临时的处置 从长期来看呢 对英国来说 我们看到它对欧洲这种合作 联合的需求 它是始终存在的 那未来条件变了 同时呢 英国自身内部这种经济的发展问题 社会问题 还是会遇到很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知道 今天英国也是一个拥有很多不同族群 不同宗教人口的国家 已经远远不是我们想象中 历史上这样一个联合王国 是吧 这些英国人 白种人 远远不是这样一个国家 所以它内部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未来还是重要存在 而且就拿现在我们在谈的这些 引发这次危机很直接的一些事 除了金融 还有像难民问题 那英国作为一个 对于所谓国际人道主义传统 一直在弘扬的国家 同时它内部的整个价值观 体制也比较支持 那是不是因为独立了 脱欧了 所以英国就会置身事外呢 这是不可能的 很明显 未来英国在这个世上 还要采取行动 所以这些问题啊 都还存在 支持脱欧的英国政治家 英国的这些议员 社会活动家 他们当然 把这个脱欧的事啊 讲得非常夸张 是吧 甚至他们把它比作一种类似 18世纪 美国的独立 像一个独立战争一样 他说是没有发射一发子弹的一个独立 再见了 布鲁塞尔 我们终于摆脱了欧盟 这个当然是一种非常夸张的一个做法 这种夸张的做法 他们是要来凸显 脱欧本身的正当性 他的这种道义价值 这种宣传的 很浪漫的一种宣传价值 然而我们看到 脱欧问题 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 它很具体的原因和动因 或者说造成公众感受的这些动因 都是很现实的 因为我们知道 欧盟对英国 对于他的成员国 绝对不是知名时代 宗主国这样一个压迫性的权力存在 因为欧盟不是一个国家 而且在欧盟范围之内 在战后 无论是当初的联邦德国 简称西德 还是今天的统一德国 还是法国 还更不要说像白欧这些国家 所有这些国家 在他们的社会治理的基本原则上 传统的宪政法治自由民主 这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包括我们一些中国学者 所讲到的地方的自治 权力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制衡 这些都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以那种非常极端的一种文学化的宣传 这只是为了达到现实的推动脱欧 影响选民这样一个目的所采取的宣传策略 而今天脱欧影成为现实 那么恐怕英国人要面对的更多的 就是那些刘欧派 这样一些人 还包括一位女议员 因为坚持刘欧的主张 被一位凶手枪杀了 那他们一直在从事一种负面的宣传策略 所谓负面宣传策略 就是他们一直在讲 如果我们脱欧会造成多少多少的困难 那当然选民做出了选择 表明超过一半的选民 没有听取他们的声音 然而今天结果已经造成了 那么全民恐怕就要面对 他们所讲的 实际上上面我们也提到的 一大堆这些现实的困难和事物 面对着一堆麻烦的事 一个房子 你决定把它拆了重建 现在你已经拆掉了 OK 下一步就是你如何在这样一个 由于拆房子所造成的混乱 废墟当中来建一个新房子 那么新的房子 会不会是像一个五头帮这样 美轮美奂呢 这当然我们稍有常识人都知道 绝不可能是这样一个情况 新的一大堆困难就更多了 所以说到这个地方 我可以简单来亮明一下我的观点 就是本次的公投 它还是英国现实政治内部博弈 所带来的一个政治操作 这样一个政治操作 和我们讲的大历史进程 和我们讲的这些宏观的文化历史的议题 实际上之间是有很大区隔的 我们不能对它做特别宏大叙事的发挥 那样的话 我们就会看不清很多现实的问题 作为一个政治操作 有它现实内部的社会政治的基础 但是这个公投的结果已经出来了 那么下一步在经济 政治 英国和欧洲关系 和全世界各地的关系 这些方方面面的领域 会面临的很多 很现实 很棘手 很困难的这些事 英国人就要开始着手去解决它 那么 从这个意义上讲 英国脱欧和历史上的白美独立 是不可能同而而遇的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观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